不是 阿谷 你又和苏光阿姨在一起了是吧 七百七十六万箱暑假作业 你都做完了是吧 中国香港 一个我做梦都想去的城市 这里的灯红酒绿繁华喧嚣 都和我小时候在港片里看得一模一样了 香港电影 不仅陪伴了我的童年 现在还成了我脑子里各种搞笑端子的载体 助力我成为了全网几百万粉丝的视频创作者 可以说 所有老粉都知道我多爱香港电影 但这里不只有高楼大厦 还有充满烟火气的街角 好吃到爆的美食 和多所世界顶尖大学 香港大学 我的梦中情效 这里有绝美的风景 百年的历史 第五期的诗资 先进的童书馆 十六度的空调 柔软的沙发 和美味的食堂 好吧 其实食堂挺一般的 我被录取专业是港大新开的纪录片硕士 我是第一届学生 一切都充满了未知 刚来的第一周我非常的迷茫 这里寒假作业多吗 老师修吗 WiFi快吗 速管阿姨还单身吗 这里的蟑螂会比我还大吗 地铁里可以跑酷吗 我还能加入古惑仔吗 重庆大厦里的人都很能吃辣吗 我还有机会当上港大校花吗 我带着我的设备和无数个问题 出没在港大的每一个角落 想通过采访来寻找答案 而我的专业刚好就是在教我 用镜头重新认识并记录这个世界 这个专业超级有意思 我非常推荐你来 我就读的专业隶属于JMSC 也就是香港大学新闻 我就读的专业隶属于JMSC 也就是香港大学新闻集传媒研究中心 在我左边的呢 就是我的教学楼李李堂 这是一栋建在山上的美丽建筑 我在这每天都玩得很开心 开心到忘记了更新视频 不过不要紧 下期视频过几天就会发布了 一定够离谱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要继续配音了 See you next time 不是 你又在宿舍里养变形 进杠是吧 小白春日之后 三个月之后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发布了 一年 POWELL